切好了 有香葉 藍薑 香茅 看看我們做什麼 先開這個黃薑粉 開黃薑粉來做什麼 一會兒讓大家知道 好 今天我們做海南雞飯 有我們的泰國梅激素有骨雞腿 我們剛才切了材料 全部放進去 記住不用等水滾 雞腿我們怎樣處理過 就是解凍用鹽拿去洗乾淨 其實用鹽拿去的意思就是 它有些雪味 現在要煮水 然後放雞腿 不要滾水 不要滾水 好 要玩多久 水滾了之後 大約煮5分鐘 立即熄火 熄火 好 待會見 好 開始了 5分鐘了 水是不是很漂亮呢 然後又要撈雞腿出來 じゃあ把雞腿捕出來 讓它嘗試一下冰火 泡在冰水中 在家裡有冰的便要用冰 我們用冰柱 現在泡泡泡 為何要泡它呢 因為皮爽一點 皮爽肉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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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人的雞鱖 就是這樣做的 要做的話 要煮多久 你最好泡10分鐘 泡10分鐘 这个汁是精华,不要浪费 用这个汁洗一米之后煮饭 浸泡了15分钟后再给大家看 不用15分钟,5-10分钟 好,待会见 现在教大家煮海南鸡的小秘诀 鸡腿,现在有一次水滚 浸泡5-10分钟左右 视乎冰水够不够冰 冰水不够冰的时候浸久一点,浸10分钟 再煮沸汁,关火 为什么关火呢? 记住,我们是浸鸡,不是煮鸡 鸡才会皮脆肉滑 这是一个小秘诀 放下去 这只鸡腿大约要浸8-10分钟左右 哦,再浸 记住,要关火 水滚关火 再浸8-10分钟左右 浸完之后再下冰水 再下冰水 再下冰水 浸冰水要浸好久 不用浸下去 过冷河 过冷河 那就可以了 稍后看到了 记住,是浸鸡 不是煮鸡 可能鸡饭不难做 是一些小技巧就可以了 好了,我们已经浸了10分钟左右 再下冰水 冰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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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就让饭更入味 而且有色 吃饭要色香味俱常 对吗 大约跟平常煮饭 一样 好,这样放过鸡腿 差不多 不用加鸡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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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南鸡饭已经做成了 你看多漂亮 一只腿斩,一只腿斩 多漂亮 先吃到中间 哇,可以浸鸡 看,可以 是不是爽 而且滑的鸡 真的滑 而且这只鸡肉可以 有鸡肉味 因为是泰国无激素 有骨鸡鼻 有三款的有鸡扒 有鸡通 有骨鸡鼻 希望大家喜欢 简单做的海南鸡饭 多谢